提到跑车 肯定没有人会想到国内自主品牌 但在去年11月21日 在伦敦萨奇艺术馆 展出的新进国产电动超宝 蔚来EP9正式亮相 蔚来汽车创立于2014年 英文品牌为NIO 这是一家从事高性能智能汽车研发的公司 由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和企业家 投资数亿美金所建造 包括领先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义车创始人李斌 汽车之家创始人李响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以及知名投资机构高龄资本 共同发起车力 亮相的这款汽车号称全球最快的电动超炮 这让特斯拉的老总都为之一振 接着腾讯老总马化腾 终于正式开上了自己投资的这款超级电动超炮 据悉 马化腾的试车地点位于工人体育馆 不仅如此 还有未来CEO亲自陪驾 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车 EP9于去年年底伦敦亮相 造价120万美金 其定位为一款纯电动超炮 性能可以与法拉利 拉弗二位 麦克伦PE等车型比肩 从官方的技术数据来看 未来EP9拥有四个高性能电机 四个独立变速箱 整车最大输出功率1360马力 200公里加速7.1秒 急速313马 巨大的尾翼和车头车尾的扩散器 能够创造超过24000牛的下压力 这款国产超级跑车 你心动了吗 不过有钱现在也买不到就是了 这款EP9首批只有6辆 且全在英国制造 他们分别出手给了未来汽车 6位主要的投资人 不过前段时间 未来品牌携11款车 在2017年上海车展中 进行了第一次国内首修 其中还有一辆要量产的SUV 未来ES8 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发布 明年正式开始交付 对于这个新进国产电动汽车品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 对于这个新进国产电动汽车